大家好,我是學長,歡迎來到學長開箱 學長的影片會在每週四固定更新一些咖啡相關的知識以及薪資 所以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歡迎按一下訂閱以及小鈴鐺 就可以收到每個禮拜的推播囉 我們今天要開箱的東西是這個 Matrix的新的電子襯 那首先Matrix這個品牌是一個台灣新的做電子襯的品牌 然後做了一些咖啡相關周邊 比如保鮮罐還有這個電子襯是他們新的產品 那這個襯跟我們之前開的那些襯的差別在哪裡呢 最最最大的差別也是這次這個襯的主要賣點就是 可以測出你的粉水筆以及粉液筆 如果聽到這兩個字眼你還是有點霧煞煞的話 需要跟大家講什麼意思 好,我們先想像一下什麼叫做粉水筆 就是今天假設你用20克 然後我今天給水給300cc對不對 這個就是20比300這個是1比15 這個叫做粉水筆 但是給粉水筆的時候你會不會有一個疑問呢 就是說那我到底咖啡粉吸掉了我多少的水 最後流到我下壺裡面的總萃取的劑量到底是多少 你會不會很問好 譬如說你會不會提早把我的濾杯拿掉 這時候濾杯裡面是不是可能還有一些水還沒有流到下壺裡面 那這樣子 兩次不同的時間點把我的濾杯拿掉的話 你的最終的總萃取的水量會不會有一點差異呢 其實這個問題可能很問號問號問號 因為呢,每一個人你都沒有測過嘛 你沒有測過的情況之下呢 你就不能確定說這個事情是不是每次都是精準的 所以MATRIC這個秤呢 它就提供了一個粉溢筆的一個秤重的一個方案 它可以讓你同時間可以看粉水筆 以及在最後的時候呢 在你即將充足完畢的時候呢 可以來看粉溢筆這個功能 蠻有趣的 所以如果各位啊 你是你以前用的電子秤就只能看粉水筆 你又突然覺得說 我好像比較想看粉溢筆 或是有一些流派呢 它其實它不太喜歡看電子秤 它是直接告訴你說 我要看的是我濾杯下面的總萃取量 譬如說像這種 這種可能它下面有刻度的 如果你是這種流派的話呢 這個秤可能會符合你的需求 OK好 那弄懂了它的主要目標的時候 我們直接來看看 它怎麼樣實現這個粉水筆跟粉溢筆的這個功能 OK 我們先來看一下外觀 外觀的部分就是這樣 然後呢 一個方方正正的秤 然後呢 它有非常多的按鈕 它這次呢 送了兩個不同的電子 一個是傳統這個 這個是矽膠 矽膠的隔熱電 其實就中規中矩 但它另外一個我覺得是比較可愛的 這一個 這是一個 大理石紋的 龜藻土的隔熱電 還是會有點吸水功能 還蠻帥的 好 那我們準備來看一下它的功能 好 首先第一個部分我們來開機 開機的部分呢 就是設置很特別 就是你開機鍵要按大概5秒左右 它是為了避免你誤觸啦 OK 5秒 按久一點點 那它就會全部開機 可以看到有很多的數字 然後它的模式呢 有分4個模式 這樣 按這個N 它就會切換模式 好 1號模式呢 其實就是剛剛我們所說的 粉水筆跟粉液筆的模式 好 怎麼做呢 其實非常的簡單 好 首先呢 你先把你的下壺 放上去以後呢 好 過了兩三秒 它就會 直接歸零 代表說 這個秤呢 把你的下壺的重量 先記憶在它的機體裡面了 接下來第二個步驟呢 把你的濾杯跟濾紙 放上去 放上去以後呢 然後按下這個 左下角的按下去 它就歸零了 好 那第三部分呢 再把你的咖啡粉 咖啡粉呢 倒進去 然後倒進去的時候呢 你都可以整粉 沒有問題 吼 無所謂 好 整粉 好 整粉完以後呢 你確定你準備OK Ready 的時候呢 現在是20.2克的 的重量嘛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呢 按左上角 這個 Timer 鍵 它就開始 Ready 了 就等於說 它整個過程就已經準備好了 就是 待會你一給水 它就開始擊中 而且同時間呢 它最後的時候呢 可以顯示粉一筆 OK 那我們就直接來衝了吧 好 好 那我們一樣做悶針 一二三 繞兩圈 回中間 好 41.7 可以看到 我一給水下去呢 我的電子測呢 它就開始自動 開始幫我 計時了 然後呢 下面這個紅紅的這個 數字呢 就是它剛剛記錄的 你的粉重嘛對不對 上面這個數字呢 就是你目前的總給水量 所以它目前測 你的總粉水比呢 是1比2.1 OK 那你隨著你的給水 一直給給給給給 它這個粉水比呢 它就會一直往上走 OK 好 那接下來我們繼續往下衝 好 給水 中心駐水 先打通水道 好 然後呢 中心駐水 可以看到水聲很大聲 打通水道 然後可以看到我的 總給水的數字一直在跳 那我的 總 粉水筆呢 也一直往上跳 好 這部分都跟正常的磅秤使用呢 是沒有什麼差別 好 我們一直給到 180 OK好 斷水呢 時間一樣正常這樣跑 好 就跟平常電子測是一樣的 好 接下來呢 一口氣我們會給到最後 好 給到最後 好 好 最後我們給一次給一個大水 假設這是我最後一次給水 好 給一個大水 給到 目標是300 但是呢 給完300以後呢 這個時候如果我想要知道說 我的粉水筆的狀況 給給煮好了 309 300.9 這時候呢 你可以把我的 綠杯拿起來 這個時候呢 紅色的部分 就是你的 總萃取 好 243 244 譬如說我250 我想要收 我就可以把它 提早收起來 好 時間按下去 就代表說這次的數字就很漂亮 250的總萃取 300.9的總給水 以及2分02秒 OK 所以這個秤呢 他就是可以提供了你一個 在最後一次給水的時候呢 當然你也可以 反正你只要把我的綠杯拿起來以後呢 他就會 把你的粉 的總 萃取的數字會跳出來 告訴你 可以讓你在一個你想要直接 譬如說我想要給300cc的水 但是我目標是240cc就要收的話呢 就可以比較精準的 可以了解到 這個總給水跟總萃取的關係 那對於有些流派 像有些流派他比較特殊嘛 他可能希望的是 我到最後的給水 他都能夠維持我的流速 那他可能最後呢 他不會給到整整300cc 他可能給到320cc 但是他也是希望說 我流的差不多的時候 就要把我的綠杯拿掉的這種流派呢 那他 使用這個秤呢 他就可以減少一些 濃淡度的一些小的差異性 因為畢竟你 到底什麼時候把它取下來呢 其實如果你光看時間 可能不是每次都那麼的準的 所以如果你有用這個秤的話 他可以解決一些這樣的問題 所以這個秤這個設計本身 我覺得還不錯 因為呢 他如果你是對於你的 總給水跟總萃取 他之間的關係呢 比較想要了解的 像學長我有時候 我會覺得說 像我自己的經驗 我自己幾乎呢 每次給300cc的水 大部分抽起來 下面都是250cc左右 基本上是蠻準的 但是呢 像我就有一些學生 他們每次都沒辦法到250cc 他們235 240就把 濾杯就抽掉了 那中間可能就10cc的 濃度上的差異性 就會有一些些影響 所以這個 概念本身呢 對於各位的充足來說 有一定的幫助 也是蠻有趣的 OK 所以這個是這次Match成 它的一個很核心的一個 的賣點 那我覺得蠻有趣的 對於各位的充足來說呢 也是可以來參考 那第二個我覺得蠻有趣的模式呢 是 模式2 模式2的部分呢 我其實很簡單 我直接跟大家講 它最棒的地方就在於是說 它可以幫你解決一些 腦子轉不過來的問題 好 假設呢 它其實有點像是手動模式 現在我們把它歸零 歸零完以後呢 假設各位 你是不是常常有時候會忘記 譬如說 假設我這次第一cc 第一把充4cc 然後悶蒸 然後後面充100cc到140 然後後面呢 再充兩個80-80 就是40 140 220 300 你可能會覺得 好像有點難記 然後它這個模式呢 模式2 它提供了一個很有趣的一個 數字叫做 單位給水 好 我們來試一下 假設我就用這個產品示範就好了 好 假設第一段我40cc 好 我給40cc 可以看到 上下兩個數字都在跑 但是呢 過了兩秒鐘以後呢 下面這個紅色數字是不是歸零了 代表說呢 這是一個單位 就是每一段的給水 上一面這個是總給水 好 所以第二次我要給80cc 你就可以 OK 第二次我再給80 有看到嗎 第二次紅色的數字呢 它是從0開始 往上跑 但是上面藍色的數字呢 它是加總 所以你就可以讓你每一次 如果你就是心算比較 轉不過來的 40加80還是加90 搞不清楚 總對這搞不清楚的話 就可以利用這個模式 它可以提醒你 它每一次大概是 這次要80 OK 那下一次是80 第三次是80 再給 可以看到 紅色的數字又歸零了 來幫助你 如果你有分段給水的習慣的話呢 你這樣子很好背誦 很好記憶 然後上面呢 就是它你的總加總 就是用這種方法 可以幫助你 可以解決一些 一些腦袋轉不過來的問題 OK 這是模式2 然後還有模式3 模式3其實就是各位比較熟知的就是 義式的模式 義式的模式 那其實很簡單 就是假設這是一個 義式的 可以使用 當然要看一下你的側面會不會太大 因為它畢竟是手沖比較為主的 假設是你的義式的 你的杯子的話放上去 它過個兩秒以後呢 它就會自動扣中 自動扣中完以後呢 當你的義式機的義式 滴滴滴下來的時候呢 它就開始計時 然後呢 一直到你的義式 滴完了 好 收完 它就會 停止計時 OK 它就停止計時 可以來幫助你做一個 簡單的義式的 秤的這個功能啦 所以這個模式其實 懂義式的你就懂 我也不要講太多 還有第四個呢 其實就是比較簡單 第四個模式就是 普通的 分水筆的模式 就是你也一樣可以幫你算 算分水筆 也可以歸納為是一個 自動 給水自動計時的功能 第四個功能 跟第四個功能 其實有點類似 第四個功能 給的資料再詳盡一點點 好 那以上呢 這四個功能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MATRIX這個秤呢 它提供出來的啦 那除了以上四個模式之外呢 其實這個秤呢 在 其他的部分呢 可以簡單來說一下 敏感度的部分 學長覺得非常的好 那除了以上 四個特殊功能之外呢 那我們還是回歸到 秤的本質 我們來看看它的敏感度 以及精準度 好 首先我們先來做最基本的 就是 五個點的測試 好 第一個是 112.3到4之間 第二個呢 112.4 第三個呢 112.4 第四個呢 112.4 左右 OK好 然後這邊也是112.3 所以可以大概它的精準度呢 就是0.1或是0.05左右在跳動 所以精準度的部分 學長可以跟大家講 是相當不錯的 所以不用太擔心 然後 整個 速式顯示的速度呢 可以放下去 好 雖然它是跳一下 但是呢 基本上呢 時間是 在手沖的時候呢 是不會有時間差的 所以你基本上是可以在很準的時間 停水 它的 數字呢 是不太會跳動的 所以敏感度也是蠻好 那時間的感應功能 就是你一給水 它就開始計時這件事情本身了 也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在整體來說呢 這個襯 它 蠻符合一個目前 咖啡 專用襯的一些功能 然後還有它是用Type-C的充電 這種電子襯呢 其實它只要一充電 基本上呢 你如果每天使用的話 用的一個月是非常非常正常的 所以呢 這個新的襯呢 也提供了各位一些新的選擇 尤其是如果你有對於粉水筆啊 和粉衣筆這個概念呢 比較講究的話呢 這個襯呢 可能是目前 可以提供你的 比較少數襯裡面 CPC最高的選擇 OK 好 那關於MATRIC這個電子襯的 介紹就是說到這邊為止 如果各位對於這個襯呢 或是充足有什麼任何問題的話呢 歡迎在底下留言囉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